我們三個都做過飲食生意 當然很清楚開餐廳 最大的難題就是租金 到底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餐廳長久經營呢? 智偉就有一套獨特的見解 我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做餐廳最好就是什麼? 最好就是… 夾粉的時候, 大家有能力 店舖是賣的 哪怕你只夾首期, 每個月供 供當給租, 如果這間餐廳做到 十年、六年、八年 打個磨, 已經是賺到的 算了什麼?算了租金, 交租 但如果這間店舖是分十年付款的 你賺到一個店舖 起碼都放到自己的袋子 對… 賺到一個店舖, 店舖會升值 是嗎?而且你不用被人加租 這個很重要 對, 所以能夠有能力 最好是什麼呢?大家夾粉的時候 預算, 不如大家找個店舖 是賣的, 首期打算 而且往往都是做到 你最成熟的時候 那時候就因為租金的問題 他要結業 為什麼呢? 我們那時候做壽司堡… 不如老闆, 那時候… 做… 做壽司堡的時候知道如何? 就是這樣加了, 加到怎樣呢? 後來我們2007年的股東就說 這樣加下去, 我們跟業主打工而已 那不好了, 賣掉它就算了 為什麼呢?收購我們公司大財團 他自己有… 他自己有搞定的店舖 他拿到的店舖是便宜的 那他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做到 我們再做下去做就不行 真的, 所以志偉說得很對 不過這樣, 如果這樣做生意 志偉, 他那個… 就是你的成本很大 是啊 是不是?你不是那麼簡單 買個店舖那麼短 所以你把生意變成兩件事 一, 就是你做一間餐廳 二, 作為物證投資 對事情的長久性比較容易 所以說香港的飲食界其實也很辛苦 辛苦 譬如說你今時今日 他能夠站著腳 你說他經歷過多少事? 過去這三年 沒錯 尤其是這三年 這三年不用煮了 這三年我不用想了 你看看香港有多少餐廳 有老字號的, 有比較新的字號的 全部都要蓋起來, 是吧? 多辛苦, 不過… 所以不要說贏還是輸 你今時今日, 你們還在這裡 對自己已經可以了, 很難得 很難得的 很難得, 非常難得 真的熬得很辛苦 是吧 不過好, 我現在一片都說了 開關, 搞定 希望大家食品、服務做好 提升 最重要是說那件事 希望業主大家可以共患難 現在更富貴, 是嗎? 是 那時候, 你不肯減租 現在剛好一點, 有生意 要加租 這件事最重要, 是嗎? 大家希望都諒解 大家才可以共存 真的, 香港的租 真的令很多生意很難做 而且你加租 其實只是隔離給食客 這個一定的, 但是你轉給食客 食客有很多選擇, 是嗎? 你貴, 我就去另一間 所以你又沒得逐, 是嗎? 所以你是大業主 你要看出何來 你才在, 你是奸奸上市公司的董事 真的 好… 謝謝… 馬先生, 你就好了 跟志偉哥、大禹哥大喝大吃 我原本想請他們到家吃火鍋 不過覺得很煩 那就不好了, 外出吃就算了 不麻煩 其實只要你認住鐵路站 各種東西都有, 很方便 逛街看電影、吃飯 買鞋、買衣、買菜, 各種各種都有 那也對 香港的城市發展 其中一種模式就是 公共運輸道向營開發 也就是說以鐵路站為核心 再擴展出去 連繫商場、住宅和各種民生設施 發展成完善的社區 沒錯, 像我們一連八集的香港情一樣 讓每一位嘉賓分享 說說他們的經歷 還有他們對香港的感情 香港是一個值得我們大家驕傲的城市 不過來到最後一集, 有點捨不得 你不用擔心, 香港情永遠都在 還有我們繼續會和大家 分享香港的好故事 但是我們暫時就… 再見…